N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印加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很久沒有看到印加人 我們稍微講一下印加人 印加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槍隊長 槍隊長有這個一格的射程 跟草原騎兵一樣 都有這個一格的射程 除此之外 印加有這個群有細妙 獨一無二單位 這個投擲手 這個投擲手是Counter步兵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單位 而且雖然他是需要黃金造架的 但是他的數值其實攻速是很快的步兵 而且在上次的改版中 拇指環可以套用在這個投擲手上 所以他會射得更精準 而且投的速度更快 所以讓印加人算是一個實質的buff 再來就是城堡時代的時候 兵工廠的科技 進攻跟進防 可以提升到給這個村民身上 所以村民的攻擊跟防御率會稍微偏高一點 那這個能力以前是在封建時代就有的 所以以前印加的封建快攻 這個封建塔攻是超級強勢的 那這個村民基本上跟他硬打 你的村民是打不贏的 那塔攻就一直入心進來 會著死讓人家很難防守下來 那印加人這點我被改過了 變成神堡時代才有buff 所以這個效果沒那麼明顯 那再來就是他的房子 每一棟可以加死人口 所以他前期也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去做一個撒農田的動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的話也是一個彩肉文明 非常強勢的文明 那他跟波蘭跟高綿 還有斯拉夫 這三個文明 這是彩肉速度超級快的文明 那我心目中 斯拉夫是排行第二 那第一還是波蘭 那主要斯拉夫呢 這個農田效率10% 也著實蠻誇張的 那讓他的所有的單位 可以吃到這個食物的加持 因為很多科技都是需要用到食物的 例如偷吃車啊 或者是這個怪毒鐵騎 或者是王者四叢 或者是劍勇 這些都是非常吃肉的一個科技 那斯拉夫人這個科技能力 就很有這個buff感了 那斯拉夫人還有這個螺絲堡壘 這個螺絲堡壘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到處插寶 把這個整個坨空下來 這也是斯拉夫的拿手好戲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做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那這邊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誒 這邊斯拉夫果子在後面喔 相當舒服 而且連同這個伐木區喔 所以斯拉夫前期應該沒什麼太大意外 可以過得很舒服 那金晶礦的話是在前面這裡 可能稍微有點危險 但是以印加這個文明來說 他要打一個前期快攻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印加本身是 三個南美洲的文明老英國裡面喔 是沒有經濟加成的 所以印加人來說要爆老鷹爆的話 算是偏困難 比起瑪雅跟阿茲特克來說的話 印加算是偏困難的 比較不適合這個老鷹爆的戰術喔 很容易被擋下來 所以應該斯拉夫這邊前期喔 會有點優勢喔 那中後期就不太一定了 因為中後期印加人 算是南美洲文明裡面喔 後期爆發力最強的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大家可能有心目中最強的 什麼瑪雅老鷹阿 或者是棒棒之類的 但我覺得心目中其實最強的是印加 印加後期的一個轉兵的策略喔 還有這個槍對轉 還有這個老鷹喔 其實都蠻誇張的 那為什麼會誇張我們可以後面再來講 好 那先稍微來聊一下 最近這個世紀帝國又改版了 所以早上我在錄影片的時候 錄到一半突然我的RP 庫存阿 全部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現在要錄新片的話 只能找新的改版影片的比賽來播 所以還好之前有錄一點庫存 那個慈善表演賽的影片我都有錄起來 先錄好了 那這部影片是今天 2月1號早上臨時錄的 那我覺得這場還蠻精彩的 那就來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這場比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印加 印加的金礦在前面 哇 就跟這個 跟這個沙夫來說的話 印加會比較難打 而且印加很吃金礦喔 這個文明 那果子在後面 其實跟這個沙夫沒什麼兩樣 但是個人看起來 這個印加比較慘一點 因為他這邊不管怎麼回 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資源 雖然沙夫也是喔 兩邊都是一個非洲大草原 什麼都沒有 光凸凸的 那防守來說的話 印加來說可能會更需要一點心力 甚至可能要在前面插一根箭塔 才可以好好的挖金礦 好 兩邊都沒有來開打的動作 所以我們先加速一下 這邊棒棒過來 兩棒棒 我們影片一直有講過 就是 這兩棒棒 通常都是騷擾 不會去打到 打到什麼 殺到一村啊 或者是 要拆什麼東西的 比較困難 但是就是給對手壓力喔 讓對手去騷擾一下自己的伐木區 跟支援點 像這樣子 最主要的用途是這樣子 因為基本上高手 兩棒棒的話 比較還是 不太可能被騷擾到的 以上封建時代 這個射箭場就下來了 所以這個棒棒就很難做到事情 那如果棒棒沒辦法做到事情的話 其實出棒就有點虧了 最好就是去燒個木牆 然後讓村民去修這個木牆 稍微拖延一下這個時間喔 然後讓對方 拉村民去修理喔 那這個棒棒就稍微會賺到一點點 但基本上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的情況 兩棒棒 一定是虧的啦 所以現在兩棒棒跟三棒棒的差別喔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戳到三棒棒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上個裝甲試試看 但是也要看對方的弓兵出來的時間喔 像這邊弓兵已經按這麼多隻的情況下 你再按身裝甲的話 其實就有點虧了 很容易就被對方的弓兵喔 直接換光你的裝甲 好這邊優先射刺齁 OK 非常關鍵 這邊再修一點操作 這裡會回答嗎 應該不會 這邊可能還會再換掉一隻棒棒嗎 哇 這邊再換一隻就有點虧了 好 突然停下來 哇 最後一隻也不想動了是不是 好 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好 印加這邊有沒有秀操作 好 放這隻冥兵一條生路 好 那金光部分 喔 開始在挖了 那還停下了這個冰工廠 那現在的Meta 好像都是會主要先灑田 大概灑了快一圈的時候 就會下這個冰工廠 但是我還是看有些高手的順序不太一樣喔 但我覺得像他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喔 比較穩定喔 不然有一些直接玩家 他們都下得很早 然後漏都用得超極限的 不像現在印加這邊漏這麼多 雖然我覺得這樣印加比較好 但是越極限有他的考量在喔 越極限的一級色的封兵喔 也是蠻誇張的強 好 斯拉夫這邊金礦是圍得還蠻安全的 我沒想到他是直接拉了一條 直接圍死 那工兵有一級色喔 有一級色才可以殺到這邊喔 但是這邊斯拉夫很聰明喔 把所有村民拉到右側 這邊左邊的村民就不會被射到 這個就是一級色喔 主要的一個重點 增加一點射程喔 才可以燒得到更多 那目前只有三隻工兵喔 工兵也沒繼續按喔 按到五隻而已 那斯拉夫這邊也是按毛病喔 按到大概五隻左右 這邊直接倒地 那這邊這個模組看起來蠻漂亮的 這是丟這個竹槍嗎 有點明顯 那順帶一提喔 因為今天有改版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裝模組的玩家們喔 那記得要再去重新喔 訂閱你的模組喔 才會正常的生效 因為他只要每次一改版喔 這個小數模組啊 或是其他模組 全部都會失效 那他記得再去模組去喔 去打開來 才會繼續這個特殊的模組特效 這邊老鷹可以解決到全部的毛病嗎 這邊優先還是想要點工兵 工兵繼續修操作 欸殘血 欸收掉 繼續掛進了 但是這邊這隻老鷹有點煩喔 但是還好 一隻老鷹的話 其實用毛病稍微打一下 扛一下傷害應該也是能輕鬆收掉的 這邊稍微溜一下 OK 收掉了 那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城堡十代 硬家 果然他這邊先撒錢 優勢就是這樣子喔 非常的強大 好 那點下城堡十代的硬家 該死要轉出自己的老鷹了嗎 這邊下軍營喔 雙軍營 鷹刺猴開始點 以及的靈甲科技也點 靈甲科技點下之後 這些毛兵工兵都會出大事 真的只能跑 這邊再打下去可能會出事喔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就不會想要在前面吸吸他了 這個被抓掉很虧阿 雖然單位不是很多 但我是那種 一點兵都不想送的那種玩家 這也是可能是我的弱點 原C帝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騷擾 那我常常就是沒辦法做到騷擾這件事情 結果這邊肉頭 肉頭沒有攻擊 反正看到雙軍營 結果老鷹上去追了 果然出事阿伯 都過萬年了又要出事了 完蛋 老鷹追上去 這一坨工兵可能 我們也是要打大沒了 斯拉夫這邊補下平手 看起來是要打騎兵路線 那騎兵的話 確實也很好抵抗這個老鷹 那老鷹這邊要注意的是 斯拉夫不能出消道院去招想對方的老鷹 因為其實老鷹是打勝率有外傷害的 而且還有抗招想能力 所以很容易你招一招老鷹 然後地老頭就被戳死了 這可能性反而是偏高一點 結果我們才剛說城堡時代 硬家老鷹爆不太強 結果他現在就老鷹爆了 城出老鷹爆 那為什麼城出老鷹爆會這麼強 這個也算是南美洲國的一個特色 因為老鷹的造價很便宜 只要20肉的樣子 然後黃金50 你就可以一直瘋狂的去按這個老鷹出來 只要金蛙的夠多 老鷹就可以一直按一隻手 但最大的缺點就是這個 防律還是偏弱 畢竟老鷹是零防的單位 但是他遠防很高 殼帶子是遠防超高 那基本上只要出騎士 讀個考 像他這樣子 應該是能守住的 這個就是老鷹爆的一個 初期的一個小小缺點 盡量不要跟對方直接硬打 等到這個量夠大 有開闊地形的時候 老鷹的威力才顯現出來 那目前像他這樣打到他其實有點小小的尷尬 因為前面送了一波之後 然後第四又送第二波 雖然工兵全倒了 老鷹也死了 差不多了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這波打得很不錯 好 鷹加這邊聽得完全沒有賺到 哇 本來 鷹刺猴 這個單位 成出是很強勢的 像被他打得有點被動的感覺 欸這個是我回頭就打了 兩隻老鷹追三隻騎士 這什麼 成河體系統的畫面 對不對 回頭收一下 輕輕鬆鬆 你看這個騎士血量也沒掉多少 但基本騎士防御率還是很高 有四攻 喔四防 你看這個老鷹攻擊力 基本上其實是不高的 這都是七加一而已 等一下二級一攻的話就是七加二 九攻 錯一下才五滴喔 那剛剛還沒有二攻的關係喔 所以錯一下只有四滴 所以騎士 有打瓶種的騎士 根本是抓癢 好 史拉夫文竟開始拿下自己的農田優勢喔 10%的農田的效率喔 就是這麼誇張 那這邊趕快把這個黃金喔 改一個提示喔 防一下 不然待會老鷹再來的話會很麻煩 好 那這邊 硬家可以出一點僧侶囉 開始可以去下修道院 好這邊下修道院的話 比下這個長長兵喔 更好一點 因為這個修... 修道院的僧侶喔 是有射程 那現在硬家喔 一個射程單位都沒有 剛剛弓兵都送光了 最好趕快就下 OK 這邊有下了 那只要基本一下的話 周圍的地方喔 只要把僧侶喔 放在這種TT附近喔 上面這個部分就不用太擔心 被騷擾到了 還有前線這個主經的位置 所以他這個修道院下這個位置 我覺得蠻OK的 好兩邊可能要進入開弩模式 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斯拉夫也點下輪走了 那硬家這邊還沒有點 但是因為他這邊是要維持3T運轉的關係喔 所以輪走先不點也是合情合理 哇這邊是下雙修道院 雙修道院的話就有點... 我覺得有點過頭了 我個人是喜歡單修道院的 那可能這邊是想要上這個神聖思想 所以才下這個雙修道院 好 然後先按森女喔 那神聖思想這個科技呢 可以增加森女的15滴血量 可以讓他來到45滴血 增加血量的用處 主要是可以多坦一下這個騎士一道 然後增加這個招想的機率 那這邊處理減淫技的話 可能也比較安心一點喔 如果遇到單支騎士的話 可能還有救喔 遇到兩隻以上 算還是已經沒救了 但至少有可能 可以招到一隻喔 這就是神聖思想 比較厲害的地方 那這邊聖女也按太多了吧 哇 這裡聖女一直按一直爽耶 好 但是斯拉夫這邊已經準備工程器了 那順帶一起來 斯拉夫的工程器 有這個15%很減免喔 所以基本上不出工兵喔 只出頭車跟弩套 就是... 比較適合一點 好 這邊看到大量聖女抖了出來 直接撤退 這裡絕對不能開戰 OK 這邊等一下有神聖思想 有神聖思想的話 對方的奴炮串燒 四台的話也串不死喔 這個很細節喔 因為奴炮的傷害一台是12個 那如果四台齊發是48攻 嗯... 如果一瞬間有把這個血量拿起來的話 應該是不會死的 應該吧 不確定 好像有可能耶 四台好像可以串得死耶 我剛剛想說三台的話 應該是絕對串不死 但是想一下他這個順發能力 如果同時齊發 好像有機會齁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串死的 雖然聖女也是會補血 但是我覺得不太有可能喔 可以馬上把這個血量抬起來 你看這個聖女補血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慢慢補了起來 殘血的聖女也拉起來 這邊點下了二級攻 那英勇士也升級了 升好英勇士了 英勇士升級好之後 血量稍微會多一點喔 還會多一點遠防 不然近防一樣悲劇喔 所以這個英勇士升級來說的話 我覺得城堡時代要不要升 其實還蠻看情況的 好一點像是這個星台喔 讓這個機槍兵喔 拿這個裝甲一樣 機槍盾牌一樣的概念 增加一點血量 還有這個遠防 那石子在近戰對打的情況下 不是那麼好用的 好那這邊斯拉夫點下地獄師太之後 開始轉步兵囉 裝甲步兵點下 靈甲也點了 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二級的步兵開甲也點了 這邊稍微串燒一下 其實串燒蠻多傷害的喔 但是這邊步兵A上來 奴炮也是只能穿力彈 這邊僧侶給的壓力很大 不敢直接硬上 畢竟這邊長兵多 而且還有僧侶喔 如果直接被召個五隻騎士走 剩下都被長兵解決的話 斯拉夫前線會直接潰敗喔 那最好就是用這個騎變機動性喔 去跟對方周旋喔 然後直接打正面喔 畢竟你只要兵在喔 對方就有壓力了 你一沒有兵 對方就沒壓力喔 對方就會潛壓你家 就會非常危險 所以其實玩這種RTS遊戲喔 由於部分的層面都是這種心理戰術 其實對方也知道你打不贏他 但是一直沒有抓到這坨兵喔 對手還是會有點壓力戰喔 沒辦法很放心的去直接潛壓 就是這個原因喔 這種心理狀況 尤其是在心海爭霸更為明顯 世紀帝國可能還好 畢竟可能家裡有城堡啊 或是CC連堡 防守效果可能還是不錯的 不會直接一瞬就爆砍喔 但是在心海裡面喔 這個效果就更加明顯 好 這邊直接招響了 哇靠 招了五隻騎士 好 這邊有個細節 青旗兵全部直接上來硬砍生旅 青旅兵有升級的關係 只要三刀就可以收掉一隻生旅 但是這邊後面長龍兵數量非常多 直接戳掉了幾隻青旗兵 但青旗兵這邊沒空好一包再回去送了一波 好 應該可以收到蠻多的青旗兵 反正長龍兵也走得出來 長龍兵砍這些長龍兵效果非常好 哇 直接被砍到殘血 長長兵有點虧啊 這邊騎士去家裡騷擾 導了非常多的騎士喔 有點虧 薩夫整體而言 我覺得沒有到賺喔 反正是有點小虧喔 畢竟被招了五隻騎士 三綠也沒有完全收掉 那也是硬加這邊喔 長長兵配兵配得好 前線配一些 然後後方再配一些拉回去防守 這邊看起來要對付這些雙手劍兵有點困難囉 雙手劍兵現在想砍誰就砍誰 可以砍騎士也可以砍長長兵喔 也可以砍老鷹 當然是最關鍵的投死手出來了 投死手可以對雙手劍兵造成大量傷害喔 而且現在又有拇指環的版本下喔 這個... 好這邊直接開戰 哇這邊但是有個細節 雙手劍兵直接上高地開砍 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但是左邊雙手劍兵數量比較少 而且後面有投資手 這邊還被招了幾隻雙手劍兵走了 但是長劍兵打倒數量非常多 但這個時間點看起來是還沒有下王者四重 傷害就這麼高了 如果待會再下王者四重是不是更誇張 欸他好像有下了是不是 好像有點王者四重 看到有點擴散傷害的感覺 還是是我錯覺 這個践踏傷害跟這個擴散傷害有點... 有時候看不太出來 三級龍天點一下大羅馬 三級鎧甲 這時候兩台俱進投死機 開始在炸 後方投死手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而且這邊還升級了三級的板甲 跟疾病的升級喔 還是稍微會仿效對方大羅馬 當然投死手打這些雙手劍兵效果非常好 那現在投死手最害怕的就是騎兵單位喔 但是這邊硬家很早就已經想好了 那現在投死手五雙 那你已經出羅馬跟我做對抗的 但這邊還是有上台貼到一下 我這邊打這個投死手傷害是很高 雖然雙手劍兵已經全部送的差不多了 這邊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點劍油 這邊先把自己經濟先拉起來 手推車三級龍三級木點下 二級供兵慢慢補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欸可以 不錯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的話 對沙拉夫這邊很賺喔 可以載狗了十幾年喔 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可能要趕快跑喔 會抖很多隻生旅喔 哈羅馬過來 一級射補下 這邊二級射補應該是要增加城堡射場 應該不是要轉奴兵或是戰毛兵喔 畢竟比較虧 畢竟攻兵系沒有三級射是非常難用的 那斯拉夫就是沒有三級射的文明 好這邊點下三級攻 這個鍛造技術 點下之後洛馬 這個劍勇 傷害都會非常誇張 好看這波進去能打到一點東西嗎 欸好像不錯喔 後面附近的狀況 稍微被騷擾到 這邊幾兵第一時間 只有拉了少量幾隻過來防守 但後方的一個經濟狀況 還是左指被砍到了一些村民 村民開始下葬 下葬到剩123村左右 但正面這個城堡互相投擲 但城堡來不及修回來 還是直接垮了 目前是雙巨頭打三巨頭 城堡應該是有機會可以修得回來 這邊第四台巨頭邀出來了 這邊砸得很穩 但是有村民在修 應該巨頭不會有事喔 但是這邊 正面又要繼續開戰 後面投資手在輸出 但投資手打這個洛馬 效果沒那麼好 殺弗洛馬遠防是6 投資手攻擊也是6 所以打洛馬只有1滴血 但打金銘的傷害就不一樣了 打金銘的話血量可是爆了 大概是投資手 叫投資手 但他需要黃金才可以生產 都讓我以為他是丟黃金在攻擊被手 投金手 聽起來更猛 好這邊彈道學點一下 還點一下攻兵皮腳 該不要轉戰矛了吧 哇這看起來就是喔 怕血也點了 那肯定是轉戰矛 果然 戰矛要開始暗了 這邊 級兵有點難打 因為畢竟你現在用雙手劍兵去打 後面投資手輸出太痛了 劍兵沒砍幾槍就倒了 這個級兵沒辦法處理掉 正面就圓運打不贏了 那斯拉夫這邊最好 趕快再用幾隻肉馬去燒 去放家裡 畢竟這邊對手要攻堅 這個城堡還是需要點時間 用肉馬去換點時間 生存時間是不錯的 斯拉夫這邊點一下 化學 戰毛兵 兵家這邊一級絕金 二級絕金點了 一級挖死一點 沒人打肉馬再過來一波 但中途一直有級兵在過來 級兵擋的效果非常不錯 防守手 雖然打肉馬只有一滴 但是對抗 用級兵對抗肉馬還是很好 三巨頭直接砸掉兩台 哇 這邊巨頭賺到了 在爭取到夠多的時間 三巨頭解決掉兩巨頭 趕快跑 可能又有一台巨頭要爆了 13滴 能跑得掉啊 哇可以 後面戰毛數量多了起來之後 頭刺手可能要小心一點 但目前 硬家頭刺手 空得還不錯 數量還是非常多 還有31隻 所以最後對方的雙手劍兵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瞬間倒光 OK 三級攻擊 攻劍皮夾一點下 哇 中午一點下劍勇了 但是硬家這邊慢慢轉出老鷹 這邊轉老鷹會不會尷尬呢 人家轉劍友 但是劍友也會被頭刺手打 哇 像這個克制關係非常複雜 原來老鷹可以打 打這個戰毛兵 但是 老鷹沒辦法打這個 雙手劍兵 分劍友 但是頭刺手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互相克制的結果的話 就是看誰的黃金兵手更強一點 好 再來就是拚操作 好 好 支援量的庫存 好 這邊長劍兵 還有 秒鐘升級完畢 長劍兵 鬆手劍兵 上方這邊 互相挖死 你挖我挖 大家和平共存 那後方城堡已經垮掉 三巨頭太速非常快速 那這邊均一頭自己架起來 要來做一個反制 但是後方的一個老鷹一直補了過來 正面投資手一直輸出 但是 硬加 老鷹雖然數不夠多 靖勇這邊慢慢補落過啦 老鷹過來一直倒地 哇 投資手又倒了 這其實投資手射程很遠 這邊老鷹是全滿的嗎 看一下這個數值 4加6 這個是有點織巫盾的 硬加特殊科技 織巫盾 可以讓投資手 還有英勇士 還有長槍兵 這個槍隊長 可以有這個加2遠防 再加1進防的老鷹 所以 以遠防來說 這個硬加老鷹是最硬的 可以算是 會奔跑的哥德偉隊 可以這樣說 因為哥德偉隊也是遠防死 當然這個硬加老鷹也是遠防死 但是跑得更快 雖然造價貴了一點 沒有像哥德偉隊這種便宜 但是斯拉夫感覺經濟快崩了 城堡也沒了 家裡最後城堡也在 TC市中心附近 後方的投資手 一直沒辦法有機會解決 大漏馬一上 幾兵又上來硬戳 這邊打的屬實有點困難 這邊老鷹也在最後 後方戰毛兵 目前斯拉夫全線潰敗 哇 這邊打錯了 GG 那斯拉夫的步兵一出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毀滅狀況 很難擋得住 這個甚至可能比初攻兵 打這個步兵的效率更好 這就是投資手的一個 超強的一個地方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很怕奇異兵 但是他這邊奇異兵也防得很好 奇異兵一直有在按 也沒有一直去補太多的奇異兵 還有40轉出老鷹 這邊硬加打的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個三種兵種都有數 很關鍵 斯拉夫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只有打這個劍勇 沒有轉出自己的投資器 或是奴炮 畢竟斯拉夫功能器這麼便宜 卻不出屬實有點浪費掉他的天性 如果有出一些奴炮或投資手的話 後方這邊的投資手 就不能輸出的這麼舒服 那自己的劍勇 王者是從劍勇 就可以比較有一些輸出空間 不然這個劍勇一出 基本上就直接 被這個投資手出來就爆頭了 真的是太難打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 斯拉夫這邊會好一點 過來 斯拉夫這邊實務有領先4000 但這邊卻是斯拉夫輸 其實兩邊經濟狀況是差不多的 但經濟好的那方卻輸了 很明顯是 硬加這邊有拿到一個先機 知道對手怕什麼都已經有預測 急兵出來實踐OK 投資手出來實踐也OK 那英勇士是最後一個壓倒 斯拉夫最後一個倒槽 那斯拉夫這邊一直沒有轉 攻城器就是他致命的敗點 那這邊有四儀 其實情況下再這樣繼續拖下去 攻城器一出來 我覺得斯拉夫 逆轉硬加的機率也是蠻高的 但是後面有點為死一晚 城堡被壓到最後一根了 後方就是自己的主經濟 要防守也是處死困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個訂閱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也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